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仁勳非常非常紅 他紅的原因在哪裡? 當然他的產品 或者大家實際一點就是他的公司的股價 基本上都是爆了 還有你會看到 我想一個信息就是 在台灣最近開的群雄會議 你就看到那個未來這個人工智能世界 尤其是硬件的部分領導地位是由哪個地方去主宰 哪個地方在做最尖端的事情 哪一班人在做最尖端的事情 他現在不是說要在台灣建人工智能的工廠嗎? 他應該這樣說 起碼他那堆GPU 你就在台灣那裡建了 另外有一些比較肢節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在行內也有很重要的技術問題 就是他們找到一個散熱效能更加高 就是企圖去發展出一些散熱效能更加高的方法 令到你最後可以承載更加強的運算能力 然後他們做的那堆這樣的運算單元 也是最精細 質量最高的 所以他們就會擁有一個最大型生產最尖端的運算技術的能力 在這裏 那是不是整個人工智能的前途取決於運算能力的增長? 那起碼短期內會是啦 如果還有其他因素就是你那個供電 那邊有最源源不絕的電能 那個能源供應這些問題 那當然是純粹業界消息 這些大家在新聞上都會看到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NVIDIA 黃仁芬他自己雖然是做工程的 但是似乎他對這些基本的物理學、化學 一些重要的人物他都很有留意 以及也都很尊崇他們的故事 那就由最近的一個新聞那裏 竟然就可以反映出來 那這個是表現到個人的taste 就是那個品味 因為你說如果我們舉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整個OS叫做鴻蒙 那大家都蒙齒齒了 其實這個有點負的 但是這個不是代表說 這個名字的時候那個人有什麼特別的品味 所以我們今天在科學會都說 它起這個名字的時候 是紀念一個人物的 那這個就是Avera Rubin 那你說一說就是 這個人物在天籠學上面有什麼重要的地位呢? 是的 那這個新聞都是我自己 就是最近在台灣的消息那裏看出來的 那就是講黃仁芬NVIDIA的下一代的GPU架構 就用Rubin來命名 那這個Rubin是哪個Rubin呢? 就是剛才台長講的這個叫Vera Rubin 那她是一位很傑出的女性的天文學家 那而且是一個比較早去投身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說回 在20世紀初期或者中期呢 女性的身份去投入這些這樣的科學研究呢 都處於一個比較不利的位置 那那個原因就是 那個女性地位 就是比較低了 在那個時候 那所以你說的50年代 那些發現DNA結構那些 Roselland Franklin 這些這樣 都是很慈私人去確認回他們的貢獻 那現在講的這位Vera Rubin呢 她的主要貢獻就是在這個20世紀中後期的時候 那她就是21世紀初 其實都不是去過身很多年而已 其實都是 那很老年才去過身 但是如果看回20世紀的時候呢 這些女性科學家的學術生涯呢 一點都不好過的 首先就是不只是有人去 就是看低你的能力這麼簡單 是因為引伸到就是說 有沒有人直接給你一個機會去學 還有給你一個位置去研究 那我又記得呢 我自己當時在紐約的老師 她的太太呢 都是數學教授 她由我老師去講的故事就是說 她的太太當年的學術研究路 是崎嶇過很多的 就是因為她是女人 於是乎連那個位置都不是很肯開給她 然後很長的時期呢 她就要業餘地 甚至乎無償地去做這個學術研究 那就是能夠 如果你說去投身去入行 去考一些最頂尖的大學 很多的大學連女生都不收了 那在這裏來說呢 好像說遠了一點點 但是完完全全就在Vera Rubin身上 是完全發生了這堆這樣的事 那可能台長幫忙要介紹一下她的那個 就是小小的那些生平資料啦 那她自己本身都是一個 女子的學院那裡畢業啦 那是一個叫做Vera College 那有一點像那些什麼衛斯利學院那些女子學院啦 但是之後的升學就不是那麼順暢啦 簡單介紹一下她是這個Vera College的學院的畢業生 但是這間學院類似的大學院都相當著名 只不過問題就是類似大學的學術的地位 不大被承認 而且最特別的地方就是整個這個學院裡面 只有她一個是天文學的本科生 就是唯一一個 我不知道當時為什麼會開一個科目給她 就是專修這樣的畢業啦 由於她的成績是非常非常的勁的 所以接著她可以申請一些名牌 包括哈佛啊其他呢 哈佛那些是不收的 因為江歷史就是天文學 是不收女性的研究生的 不知道為什麼 結果她去了Connell Connell仍然都是江歷史的一家頂尖的大學啦 跟著George Town啦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她研究些什麼 令到她在天文學上面呢 有一個歷史的地位呢 就是Galaxy Rotation Rate 那這裡你要解釋一下了 這個是什麼來的 因為她是第一代研究這個現象的天文學家來的 是的 那如果你說抬頭望天的銀河那裡呢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東西其實看起來不動 但是其實在動的 那譬如說我們看到那些金木水火土星在動 其實就是他們圍繞著太陽去攻轉 那其實太陽自己又不是不動的 太陽自己就是在銀河裡面其中一個很渺小的成員來的 它就在那裡握著銀河的中心在那裡動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看回我們的銀河 看到屬於銀河那隻碟上面的星 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銀河的中心在動的 所以其實就是說我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呢 你就需要有人去做天文觀察了 你就看到在這個銀河上面的星體 能不能夠表現到一些大家好像在旋轉著的 這樣的一些形態給你看到 譬如你看到在這邊 在這裡的中心的左邊 大家都是向著這個方向來 但是在中心的右邊 大家都是向著同一個方向走 因為現在你站在那隻碟裡面去看那隻碟怎麼去轉 是不是? 所以你就看到整個大隊是怎樣在那裡繞圈 那你可不可以由天文數據去找到這件事情呢? 那其實我們現在是絕對有能力去量這些銀河是怎樣去轉的 其實都牽涉到用一些熊移現象 看看它的光譜是怎樣 那你就可以分辨到這些星是向著我們來的 還是遠我們走的 就由它整個那個熊移的那個這樣的形態 你就知道它其實在整體上在那裡轉著 而且不僅僅 你只是想知道它是在那裡順時針 逆時針轉 那這個都不是最難的地方 那你接著下來你會問 你要量度不是只是它轉 而且你要量度它轉得多快 而且無論在外圍和內圍呢 是不是都轉得一樣的那麽快 如果你整個東西是一個固態的碟 一隻唱片那樣的 那你所謂叫做一秒鐘轉個圈 就無論你是靠近內面的內檔 都是一秒鐘轉個圈 那個外檔也是一秒鐘轉個圈 因為整個東西是固態硬正的 所以無論外檔內檔它的轉速都一樣 但是銀河這隻碟不是這樣的 不是好像一隻唱片碟的 它是流體來的 就好像我們的太陽系都是一樣的 中間水星金星的東西轉得特別快 外面天黃星 海黃星 美黃星是特別慢的 所以整個東西就不是一個叫做riched body 不是一個硬體來的 不是一個光體 外圍和內圍的轉速會有不同的 我們銀河的外圍和內圍的轉速怎樣不同呢? 這樣好了 基本上我們都能夠量到內圍 即是內檔是轉得快些 外檔是轉得慢些 而Vera Rubin她是其中一位的天文學家 給出一個很重要的結果就是說 當她統計過了 這些外檔內檔 在銀河系上面圍繞著中心轉的這些星體 她整體的這個數據分析過之後 她就發覺 似乎外圍比她想象中是轉得快 我們以為呢 因為這件事你也要跟回那個牛頓 就是我們知道的引力論來去理解 用太陽系來做比喻 為什麼我們會看到水星金星是轉得快些 外面天黃星海黃星是慢些 這個結果完全是由萬有引力定律去比出來的 如果在太陽系的赤道來講 你用牛頓力學你可以已經解釋得很好的 如果你說在那個銀河系的赤道 你就用廣義相對論 你一樣會得出就是說 根據廣義相對論 照計就是裡面的快些 外面的慢些 那我們都看到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就是它外面的東西慢得多慢 會不會真的足夠慢到的地步 完全符合了整個廣義相對論的解釋呢? 那就是在這裡出了問題 Rubin她就有份去發現到 那個外圍比想象中快 那好了 這裡只剩下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 廣義相對論有問題 她不能夠成功解釋到整個旋轉是怎麼樣 第二就是說 廣義相對論其實沒有問題 只不過我們銀河上面有很多存在著的物質 我們沒有看到 數不到 它存在 但是我們沒有將它考慮在內 所以我們計算那條數就計不對 我們就比較傾向後面的這個看法 因為我們看不到一個廣義相對論 一個很主要的錯誤之前 那我們就看一下這個理論如果是對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其實只不過有些東西看漏了呢? 而事實上我們經常發現自己看漏的東西的 就算在幾個月前 我都記得特意講過 這些暗物質研究呢 就是說 現在似乎就是 不需要這麼多 假設有這麼多的暗物質在這裡 其實有很多一些星際氣體 是普通的氫氣 氦氣 氦氣 存在著在這裡 只不過是太暗 我們以前看不到 將它們數起來 似乎我們可以 這條數就計得對一點 我們就是說不需要再這麼依賴 就是暗物質的假設依賴得這麼多 在這個Rubin的研究裡面 其實它就是根據這個結果 就率先有份去提出暗物質這個東西 就是世界上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這個銀河上面 會不會有一些物質 基本上它不是很發光發熱的 但是它就有質量 它就存在在這裡 我們也看不到 但是它就尼漫著在整個銀河的碟 不僅是在裡面 而且在外面也有很多 所以令到整個物質的分佈 是跟我們就這樣透過靠發光的星體去猜 是有出入 補回這些暗物質上的時候 就可以幫我理解它整個旋轉的形態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在銀河裡面引入暗物質 假設其中一個很得力的研究人員 所以是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一個提出很重要的一個想法來的 當然我不會說今時今日已經叫完全證實了這件事 但是其實你如果問 再經過一些更加多的宇宙學研究 我們發覺我們更加泥足深陷 我們避不了這個暗物質的假設 所以我們今時今日就是說 雖然我們未證實到真的有暗物質存在 但是因為那個暗物質的假設 已經是在那個天文宇宙研究裡面 這麼普及的時候 我們都很確認就是 這一幫當初第一批 他去引入這個暗物質 去解釋銀河那個旋轉 的這幫科學家 其實是很有貢獻 Riverr Rubin就是其中一位 一個老生常態的問題 這麼大的貢獻 為什麼拿不到諾貝爾獎呢? 那也是 還沒證實 暗物質還沒證實 但是銀河那個旋轉速度 這個應該證實了 它旋轉速度是讀出來的 但是這件事情 是不是已經得到完全合理解釋呢? 那就是需要那個暗物質的假設在這裡 所以這一套東西 你如果真是有暗物質 然後有暗物質 然後幫你解釋這些東西 那你就叫做協助幫忙發現這個暗物質 那個貢獻就是在這裡 但是我們這麼快就討論到 為什麼不得到諾貝爾獎呢? 其實應該就是說 問得更加早 就是為什麼他在提出這些講法的時候 一直都不受到重視 所以這個呢 就是直接呢 就是令到 我想就是王仁薰 他自己也有讀到這個故事 就是直接令到他覺得 就用我的產品 來去紀念這些 這麼有大膽創新想法的人 當然他自己NVIDIA的產品 和暗物質完全無關 但是我想背後那種呢 根據這種科學的探索 大膽提出一些創新的建議 甚至乎他自己的出身 也是去衝擊現有的制度 衝擊現有的框框這些東西 連這些大企業家都非常的欣賞 所以就拿了Rubin來去 去命名這個NVIDIA的產品 我想大家都有那種辛酸的 就是說早期好像聽過去洗廁所的 洗過去洗廁所的 是啊 就是你看看王仁薰的故事 是不是一開始幾次破產邊緣 一路就好像覺得 就是家裡人都覺得 你做正經的事啦 做一下正經的事啦 就是甚至乎 你如果問很多 就是玩開電腦打開機的人 打機的人很熟悉他的產品 因為他做的那張就是顯示卡來的 就是處理圖像的一張卡 是其中一個電腦裡面 你打機都不是一定必要的元件 很看你打哪種機的 OK 就是如果你打一些Virtual Reality 那些虛擬現實 另外那些賽車遊戲那些東西 你就很需要這種產品 但是你如果純粹玩過一些下棋的遊戲 你不需要這種產品 所以很多時候覺得 打機已經無聊啦 弄一些給打機的人用的東西 是不是更加無聊呢 但是你怎樣 就是最後就是說 這件事最後就是人工智能必須的一個部件 人工智能必須要靠它 所以這件事忽然變成 你以為很不無正業的一邊 就不是的 不單止 不單止無正業的 它就是 沒有一些開創未來突破性的政業 而且最後的規模是超越了 原先它本身想想做的那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個NVIDIA的故事 和這個暗物質女科學家的這個故事 都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在那裡 不同的地方我們做過結論 就是這位Rubin到老的時候 有名王不過沒有錢 現在王仁芬就差不多是 很短期之內會成為世界首富的了 就是在我們現在做節目的那一刻 就是它超越了Apple 僅次於Microsoft 就是世界第二大 是不是 就是一家公司不斷 都隨便等於一個國家的幾倍GDP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是啊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完成了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了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呢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旁邊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那整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裏說 就說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麼看呢? 這個東西 其實都不算是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講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追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追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就是我想說的 其實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的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事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事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